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须要面对就是我们的全募兵制的问题 你也看到最近监察院已经完成这个调查报告 蔡英文总统因为承袭在前朝政策所对动的募兵制 却遭遇到不少的挑战 监察院最新出炉的调查报告当中 他们揭露的是目前的募兵制有五大的缺失 包括什么 包括招募兵员不易 还有养兵代价过高 还有动员作战能力降低 监委这个调查报告当中揭露这个募兵的五大缺失 严重性 未来呢 未来在2018这些政治人物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甚至到总统大选怎么样去看呢 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个新北市 除了关心这个议题之外 因为这个议题牵涉到国安问题 国防政策问题 新北市在全面开战的结果 这是我们看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前台北县长周錫伟 他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经历 四到六届立法委员 曾经担任过台北县长退服位委员 还有呢 我们看到他在1月28号昨天宣布 角逐要参选新北市长 他认为唯有他可以打败民进党 但是呢 这是新北市的副市长侯友宜呢 他的学经历也非常丰富 但是呢 他的学经历比较亮点 似乎在扁时代 曾经担任过最年纪很轻的警政署长 还有呢 警大校长 先北市的代理市长 一直到现在的副市长 我们看到国民党的提名呈现这种情形 台北市的部分呢 在下个月底 三月初说初选要启动 那之后要看民进党跟柯文哲的进合的关系 才要进一步展开初选 可是姚老师告诉我们 国民党丁手中参选已定了 桃源的部分呢 即将要展开协调 吴志阳说 我的存在价值难道只是来参选吗 身为不分区很显然 他不想再面对郑文灿了 台中的部分不公开初选 1月24号启动第一次的协调机制 在这个月底呢 2月初以全民调来决胜负 这是台中的部分 基隆 OK 搞乌龙 现在党中央还在协调 新北的副问 刚刚这个县长听得非常清楚 2月27号登记截止之后呢 3月2号展开民调 3月17号公布结果 这一天呢 刚好是很巧了 没有任何人 这是以前立法院长 翁金平的筛进 这一天公布结果 嘉义市呢 这一周要进行协调 高雄呢 外传 3月份以全民调的方式进行初选 也可能寻台东的模式 协调 征召出人选 其他 新竹 宜兰 花莲 台东跟澎湖 国民党都认为 都有极有可能 极大的机会 那我请教是吴祥辉大哥 在新北这个部分 民进党很显然几乎确定 苏贞昌要披挂上阵 你认为如果国民党派出的侯友宜的话 落选的几率极高 你的根据是什么 虎贞昌有三个很致命的 本质性的东西 第一个是他的职业 他的出身 他现在因为他是一个副市长 你没感觉 台湾人怎么说 那就是插头啊 插头不然做新北市的市长呢 为什么你买下去 这是第一个 这个我们这个是叫选举奖选举 我们不是说讨厌警察 不是说职业歧视这样 就是说 那都插头嘛 苏贞啊 大家说的警察都说 那就是插头啊 那就是说监狱里面 他说到那里面没了啊 那是根本性的对立 根本性的对立 这样一个情绪 是很容易被操作的 第二个我觉得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因为我不认识侯友宜 但是我看他的那种 那种作风 等他出来选市长的时候 全面都撞出来的啦 以前叫我QA 叫我错杀 去我 这一定有的 错案冤案 所有东西这些一定有 你放心 这个在警察系统 尤其他那种主情的啊 所以只要侯友宜 出来选新北市市长 所有过去被警察系统 是跟他有关的 都整个人都作用出来 所有的欧洲人都拿去 索尹冲的那里 不然就拿去你那里 这是这是 这是现在就可以预测 是绝对会发生的事情 绝对会发生的事情 OK 第三个就是说 你做一个 经典市长 还是说 行事件事叫做国长 还是说做一个副市长 那个班 跟他说做一个 新北市市长不一样 这是他面临的考验 等他要变成一个候选人的时候 他会向全台湾最大市的市长吗 周西伟有行 他怎么有行 这是就在一个策略制定上 在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感觉 索尹冲赢了 OK 那其实这种判断 前面这个先决的基础 是因为台北县 就是新北市 它就是蓝绿对决区 对 不是说哪里就一定贏了 所以现在的民调到时候 经过公杀以后的民调也不一样 我今天带来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我们现场有两位 一个是现任还有曾经的新北的地方民意代表 昆城加入我们讨论 包括施伟哥 这是他们台南区 台南区是另外的参计 这是我 你的公安公司 第一次做民调 1996 10月24日 是 我这 我这 看得出来吗 好来 考验再 五十六 中陈宏教 陈宏教 陈宏教 我告诉你 我说话 我 我要赢 差距这么大了 你会赢 OK 你看看第二次民调是什么时候 经过了十个月之后的民调 陈宏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那种 看得到 所以它相信民调 所以这个故乡民调公司 這就是他介紹的 是他們以前在美國的時候 黃先生的朋友 1996年11月份是許天才大幅領先 就隔一年的8月份 他們兩個差距就接近了 是不是 還是有差一段 我是說簡單來說 譬如說 他這裡 張蔡宏希望說每個月要做一次民調 我說你千萬不要 你千萬不要 你這樣子不但浪費錢 而且你會錯自己的銳氣 因為現在是冷記效應 人家才不關心你們在學 那是你們自己內部在關心啊 誰理你們啊 OK 所以他會變化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做顧問要退休息一下 所以經過10個月以後 再做第二次民調 是13.6比23.9 他再拉近了 拉近了 OK 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到了真正的 逆轉了 超出無差值的人 最後5天 你看我這個調查 從10個月 然後半個月 然後10天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最後一次5天 因為這個狀況就是 哇 你要打到這個 這個背景要講一下 這是第一次民進黨提名張暢宏 佔那時候脫黨的許天才 後來還有第二次是換提名許天才 然後張暢宏 這是第一次 對嗎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這個選票 基本上是很難料的 所以到了 後來變成沾燦宏 在這個地方就領先 所以你領先 這邊就領先了 這邊就領先了 這第一次 他算領先了 15比2跟14比9 差別不大 在誤差值以內 對 他到真正最後的誤差 真正最後說 去差別出來 19.5 14.7 你看這個黨是做 2025 29要投票 最後一次民調才 才真的勝出 才有顯著的區別 沒有贏幾% 對不對 最後你看他票開出來差多少 一個35%多 一個19%多 對啊 這是真正後來投票的 張燦宏是35.74 19.76 那個許天才是脫黨參選 是不是 對 第一次 不過民進黨脫黨參選 好像都沒有贏過 對不對 你說這個東西 你知道說這個東西 雖然現在是56比9 現在都還沒被提名 這個戰爭要怎麼打 我們就今天不談這個細節 但是說我要講的是兩件事情 現在的民調不代表開票出來的結果 他會回歸到基本面 他到時候會回歸到基本面 OK 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本身你要知道 譬如說他如果要來打火油魚 是 我現在就開始準備了 那就是類似剛才定語告的 你不能這樣跟貓姐貓姐貓姐 你空的 那就注意到 那個就像舉個例子嘛 你就不會打戰嗎 像跟貓姐貓姐的 你都像 他就舉個例子 你就一直去觸對方 每天都要修練人家一下 那根本沒有用 我們譬如舉個例子 譬如說 台中 你這樣頂一兩家位 你就去反那個反空汙大遊行 你空的就對了 你就利多出境 沒辦法 幫你的對手 打牛肚啊 是 對啊 所以你要去打火油魚 你都不用把他打小孩 你也同樣跟他做檢查 你開始去調查他的資料 把他最後三個月就把他收拾掉了 最後三個月 最後三個月就可以把他收拾掉了 來 現在看起來 這是他的評估 我不知道世偉哥怎麼看他 那我們尊重啦 但是我看到 我也跟周期委縣長 這個在十六屆的時候 當然跟周期委縣長是同屆的 那你看到周期委縣長 他堅持的希望講說初選的一個制度 我相信2005年 周期委縣長那時候在做初選的時候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五六個 那個時候好像黨內也有解釋講說 周期委縣長過去好像是親民黨的 然後你過來 那不管如何 我相信黨員甚至於基層 都希望講說 台北縣我們國民黨失去十六年 我們希望講說 越早準備透過初選的一個機制 然後定於一尊之後 我們團結一致對外 所以說2005年周期委縣長 打敗了民進黨所提名的羅文嘉 然後當選了 那我相信今天不管講說 這一個新北市黨部 他制定的一個時程如何 未來侯友宜副市長 他的一個表態如何 但是我相信 我們基層大家都希望講說 不要輕痛愁快 大家如果定於一尊 怎麼樣子能夠表達 你所希望的一個初選機制 除了全民調 甚至於剛剛縣長所說的 這一個政見發表會 或者是辯論會 我相信民進黨 也沒有每個縣市都一樣 但是你初選的人員 你有權力要求黨部 是不是大家能夠透過討論 協調溝通 那找尋一個最好的一個方式 如果定了之後 好大家 平起平坐 公平公正公開 不要像這個基隆 你看到出了一個亂子 然後又不是我們自己出了亂子 結果讓對手拿出來做文章 然後導致到 你後來怎麼說 甚至於你現在怎麼解釋 然後黨中央怎麼樣子做介入 我相信都有那個嫌隙在 但是不管未來如何 我相信民進黨他們重中之重 就是攻新北 怎麼樣子我們拿回 能夠把新北守住 進而台北能夠拿回來 其他外衣各個縣市 我相信這個是黨中央 甚至於基層黨員同志 還有民眾大家所需要的 所以現在新北應該算是 民進黨是整合成功 但是國民黨方面 這個兩強對戰還在持續當中 我先接市委講 基隆怎麼會不是你們自己搞的錯 難道是我幫你們弄的 我就講 這個是民調公司出的錯 民調公司是你們自己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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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調公司是你們好朋友嗎 民調公司是你們好朋友嗎 我先這樣講不好 我們到華裏講說 民調公司是不是派要問你的 我跟你講 我華麗蒂的質疑受委令 我跟你講 這是制度問題 我先講我 我們現在台南市市長在初選 那我現在發現國民黨的設計 我們就制度論制度 你怎麼會到登記結束後 然後三天後就民調 或者幾天內就民調 那我如果不想跟你做政策辯論的 我不想被檢驗的 我就拖嘛 我拖到最後一天登記就好了 讓你都不扶了 在那一天之前我都說 我沒有說我要選 我的態度保持磨砵兩可 那這樣的態度是戰術 所以我回到新北這個議題 新北當然很重要 不只是民進黨的重中之重 它是台灣的重中之重 人口四百萬 占台灣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他在花的預算那麼多 怎麼會不重要 他動支了人民的納稅錢 那麼多怎麼不重要 所以剛才那個吳翔輝 吳老師說的 還沒有公殺之前 那些數字都參考人的 什麼叫公殺 第一個檢驗 檢驗自己檢驗對方 而檢驗的時候 檢驗除了你過去從政的經歷 或者我看你們國民黨 你內部還買了廣告刊說 有一個什麼幾億探長 弄了什麼防護 這都是檢驗喔 這是好事喔 你一個人從政那麼久 你過去你的經歷 你的財務 你的青年度 當然要被檢驗了 那怎麼會是 那不叫人格攻擊 那個反而是檢驗 民進黨的高層是說 新北百分之一百一定是高知名度的人來參選 那他講的會是吳秉瑞嗎 沒有高知名度大家都很高 沒有 很高知名度 院長級的啦 院長級的高知名度 院長級現在有兩個嘛 一個游錫坤 一個蘇貞昌 蘇貞昌嘛 那我現在先不講 就光蘇貞昌的優點 你從歷次的民調發現 他對民進黨的內部的凝聚力很高 是 他說的 民進黨才有可能不得到手很少啦 然後 他比較可貴是在 一般人就沒有政黨屬性 他可以拿到百分之四十點五 所以他有擴散力 再加上他在新北市 我相信不會有整合的難度 你們希望國民黨誰來參選 沒有沒有我們尊重 我們尊重 我現在講誰喔 我害了那個人 現在就是說 我們尊重他們的遊戲規定 我們只能檢查他的規則 有問題的地方 那人選是國民黨自己的事情 我在想說 蘇貞昌對民進黨來看 他顯示出一個價值 這個人檢驗喔 酸到中痛鬼了啦 你還能檢驗蘇貞昌什麼 就是說光檢驗這一關 蘇貞昌跟侯友宜跟周錫偉 三個的差別在哪裡 周錫偉檢驗過了啦 選那麼多次 我們都被 我們選那麼多次幾人 大概都被翻來翻去 檢驗太多次了 蘇貞昌也一樣 發光的看 那 那侯友宜其實還沒有經過這一關 這是第一關 第二個整合內外 蘇貞昌對民進黨內部的整合沒有問題 對中間選民的整合沒有問題 那周錫偉選過縣長 他曾經證明過 是 侯友宜這一塊 我光看經濟社會的挑戰 我就覺得整合自己很難 那社會一般人的感知 你要參與政策的論辯 你要參與黨內初選的過程 社會的一般人才能去感受你 所以我覺得新北市因為重要 所以它是公式 它不是一個政黨的事情 所以任何政黨在推出候選人的過程當中 這三點要讓社會打分數 否則這個分數不好 就是你贏了新北市長 對 後面中東大選兩次很難選 來這個昆辰幫我們回答之前 我先請教的是姚老師 就是說如果在新北 民進黨可以整合成功的話 那台北市呢 台北市民進黨不需要整合嗎 其實周縣長今天在跟我聊的過程當中 他滿想談談柯文哲的 等一下你來告訴我 真的很想談談柯文哲 那你知道我這兩天看到 知識媒體員蔡玉珍 她有做一個報導 她在講這個嘉義的一個選情 就是說張華冠力挺爭取下一季的縣長 這個選舉黨內提名的議長張明達 你知道今天是29號 在前天的禮拜六晚上的時候 畫面當中你看到這是嘉義喔 在那個鋪子體育館 BRT廣場進行這是海區的造勢大會 不過令人驚訝的是 為了教導張明達的支持者 在黨內初選可以順利成為 有效電話的民調數據呢 前天的墓地造勢大會當中 比照之前在山區的另外一場造勢大會 同樣在台上安排必要的節目 就是公開進行 如何回答電話的民調教學 當時就看到主持人 在這個台上公開的說 這三位邱哥和高雄呢 大家在家裡等電話喔 如果不是非出門不可的話 請轉接到手機上 如果接到電話呢 首先要告訴電話訪員說 自己已經連滿二十歲了 才能夠成為有效民調 接著呢在住宅的選 選的公司電話裡頭都表示 這是住家電話 然後告知對方你所在的正式 等於教你怎麼進行民調 因為她 蔡惠珍這個報道裡的說 公開交民眾民調作弊 那我想也未必是作弊 可是可以看得出來競爭激烈 就是說她這個比嘉義這個地方 張花冠對戰那個陳明文 比這個藍綠 鬥爭還來的激烈 甚至有人說到最後會不會有不惜 這個所謂的退黨來參選的情形 這個張明達就是張花冠所力挺的 那這是嘉義喔 這嘉義的可能明顯會陷入分裂的情形 所以呢台北呢 雙北的重中之重當中 絕對是2018的焦點 新北可以整合 確定是蘇姦昌的話 楊老師 台北呢 你剛剛看到 柯文哲團隊很奇怪 他支持另外一個副市長 陳景峻去選新北市 另外一個副市長呢 鄧佳基跑去你的場子 但是我過去老朋友老部署 老部署嘛 另外一個勞工局長 三不九十去參加勞工團體的遊行 這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團隊還蠻 蠻多元 蠻多元的 這是什麼團隊啊 所以民進黨還是一樣支持柯文哲嗎 我現在都已經不 從一個外人來看 我感受不到民進黨支持柯文哲 可是我看到民進黨在台北市的弱點 趙門是沒有自己的人 可以被支持 這是非常非常 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 民進黨沒有支持柯文哲的理由非常簡單 就看這次現在初選 我先不要講別的好了 中正萬華民進黨為了爭取一個議員的候選 現在有六七個人在那裡拼 拼議席原來童忠諺那個旗次 有余天的女兒還有那個吳佩毅 因為民進黨全發言人 這一席 這些議員的候選人你要問他說 你知不支持柯文哲 你知不支持民進黨自己推提名人 你要不要將來讓柯文哲給你站台 他們都處在一個兩難之間 當然有一位叫做宜山的 他那個比較明顯的反客 他覺得因為為什麼 他自己接觸到的人太多的人跟他講 你們如果跟柯P站在親近 我根本不可能連你的票我都投不下去了 因為太多 所以民進黨在台北市的整合跟新北完全不是一回事 新北他們找出一個可以去打敗侯友宜的人 他們找出一個最適當的老教頭 這個不去管他大家都知道 蘇貞昌大概方向大概應該確定 可是台北市不是如此 台北市你是要找出一位可以被自己人信任或者支持的人嗎 現在最妙的一點就是說 他們現在好像姚文志表態要選 可是好像很多人都不信任他呀 我們他 因為黨中央態度沒有決定了 可是不是這是相反的嗎 這不是黨中央態度決定要自己人了 然後好像要問這就出現了 不是這個意思嗎 我的好奇是說 今天民進黨的支持者基層已經這麼明顯了 也就對柯文哲沒有辦法全心全力去複選 沒有辦法像2014年再去支持柯文哲 甚至於現任的跟新任的新選的議員 都已經表明白我跟他可能站不到一起了 要劃清界限的 對 那你是準備讓自己的議員沒有母雞咯 市長選舉我們先不要講你不準備當選 你如果禮讓不準備當選是一條路 可是你準備讓議員怎麼辦呢 議員也準備輸掉了嗎 臺北市是很有機會議員再一次選有機會要獲得多數的地方 這個絕對不要以為 因為2014 2014 2016 臺北市民進黨都贏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民進黨準備在這個地方 市長讓掉了 議員也輸掉了嗎 他能夠不思考這個問題嗎 所以民進黨現在如果用去尋找蘇貞昌的力量 去為臺北市去尋找一個候選人 怎麼可能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連人選都沒有人影啊 新北現在變成一個遊說問題 我用白話文講 小英只要李賢下市 三顧茅庐大概就解決問題了 蘇貞昌就站了 就出來站了 那臺北呢 他連拜神拜天都沒有人 對樣啊 要禮讓 他要到哪裡去拜呢 好 如果是禮讓 那問題非常嚴重 你就準備臺北市崩盤 我跟你講講個不客氣的話就 雙部 臺北市雙部 不表示 然後不動作 不動作 也不尋求人 也沒有任何徵召的意願 我也沒聽說過任何去尋求 即便去尋求一個新的 被階層可以認同的一個素人 都沒有發生過 那這個意思就是大家都以為 那大家都認為說 那中央應該原則上沒有意外 特別到最後 民進黨支持者 因為堅持不投給柯文哲 只好投給丁守中啊 不是 他不會投給丁守中 不會 但是因為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沒有人選 民進黨支持者投給丁守中 你機會很少了 開玩笑 但是因為民進黨支持者 可是民進黨支持者 真可以不投票啊 真可以不投票啊 對不對 我想 我想其實看整個民進黨的策略 他在今年的大選 最主要就是要贏回新北市 這是他最主要的策略 贏回新北 國民黨就垮 對 這就是策略 新北就是2018就算大贏了 台北市呢 如果民進黨提名 柯文哲一定要選的 所以他們那邊 兩個人一分的話 他一定會輸嗎 不一定 這一點我跟那個 翔輝其實看法一樣的 好 所以我在看法 你認為民進黨提名的話 我認為 兩個都會輸嗎 我認為這樣 他們國民黨都認為 巴不得兩組人出來 國民黨當然 國民黨就穩了啦 當然國民黨也要一個適當的人 我是從這個民進黨去看 柯文哲是又愛又恨的角度去看 你當然選舉 如果有同一陣營 有兩個人出來選 當然他的票員會很差 你怎麼到現在還認為他在利益 他現在完全沒有 對 我跟你講 你民進黨是非 柯文哲 所以你們馬上要去辯論 馬上要去講 但是你們給我們的假象 就是柯文哲是你們的人 周縣長 郭友宜還比柯文哲綠喔 謝謝 不過讓我先講完 是 沒有柯文哲是過敏的 我覺得民進黨 先要安定新北 他要看新北的狀況來處理 但是台北市 民進黨絕對有想要贏回來 因為柯文哲所作所謂 其實對民進黨來講 有時候是個威脅 那國民黨現在是比較弱 但是你要曉得 從民進黨 我不管民進黨怎麼民主 起碼他們有一個觀念 就是他的總統 他的黨主席 能夠在每一個城市去佈局 如果能夠勝選 他們會是接受徵召這個模式 我想大家都同意吧 所以台北市慢慢來 不用急 國民黨也是慢慢來 國民黨現在丁守中已經確定了 我覺得丁守中還沒有被確定 還沒有被確定 我覺得丁守中是蠻可憐的 因為你看今天 還有三個候選人 然後還有一個候選人 然後這個蔣萬安棄選 大家覺得說好可惜 應該蔣萬安出來選 那丁守中到哪裡去了 我覺得這 就是不要他 這蠻可憐的 為什麼要對他這樣子 這也是國民黨本身出的一個問題 好 國民黨自己人要出來 就已經把他打垮了 那還要出來打什麼仗呢 這國民黨過去到現在 一直犯的錯 這兩個軍系之間 到背後的鬥爭是什麼 連國民黨的人都不支持 都候選出來 民進黨怎麼可以 這兩大軍系 而且你爸爸 這個周舒服 是這個軍系當中 非常重要有指標性的人物 由你來看 丁守中背後的溫哈雄這個軍系 我跟你講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軍系 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軍系的力量了 我也不要講 今天在台北市 有哪一個人真正有影響力 我坦白講 國民黨在台北市是弱勢 它的重點不在於說 你哪一個人過去的威望 重點在於說 你有沒有能力 大家有沒有看到你的能力 那這個是國民黨 現在目前為止要推候選人出來 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 你不要去提那個什麼 公不公平的全民調 你不要說初選的過程 我避免什麼樣的程序 然後才能造成國民黨的團結 老百姓管理國民黨的團結 老百姓只要講說 你真正推得出來 這個人我認為最有能力 可以把我的程序 所以你怎麼看柯文哲的這張牌呢 我覺得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是自求多福了 柯文哲坦白講 他過去的那個名望 跟他過去呈現出來的形象 現在已經大幅往下滑 這大家都知道 我碰到很多台北市的市民 他們跟我講說 你就講柯市長在這幾年 做了什麼事 這個程序 全國的首都城市 他真正有變得更好嗎 這是大家所問到的第一個問題 柯文哲必須要回答這個問題 那的確是沒有 是 第二個我要講的就是說 柯文哲過去民進黨支持他 那現在民進黨 所有的基層對他有意見 那他是不是還能夠維持 這麼高的民調 因為我所知道的是 台北市政府一直都在做民調 柯市長民調支持度還是很高 雖然不過去 內部傳統還是這樣說 還是很高 所以他們自信說 民進黨不敢來挑戰我了 因為我民調就是這麼高 我要選你民進黨贏不過我 那我覺得這種會造成誤判 會造成誤判 我也覺得國民黨到最後 新北市跟台北市 還是會去做一個整合 我的看法 現在只是一個過程 那過程中錯誤的盡量凸顯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到最後 新北跟台北絕對不能輸 是 但是國民黨如果 因此整合成功 你知道國民黨在台北市 我認為基礎其實是很穩的 如果我發現民進黨也提名 這是民進黨中央自己的盤算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 把柯文哲列為選項之一 他們認為說我如果自己提名的話 會激發國民黨全面的大團結 傾巢而出 大團結之後他們認為 民進黨已經呈現分裂了 那國民黨大團結狀況底下 勝利再萬 光復首都的機會就更高了 沒有 我還是覺得還是看人選 看人選對不對 來 這樣一個態勢來 昆成 我認為這個講萬不參選之後 其實民進黨在台北市 應該推出自己的人選出來 第一個要保護市議員 第二個就是要保護自己的核心價值 那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當這個 之前如果蔣萬要選 大家怕台北市輸 輸給國民黨 那所以說高層那時候 真的有想過說 那是不是就是禮浪克文哲 但是如果現在不是蔣萬 不是這個最強的對手出來了 這個第一手中 我覺得沒有高層關愛的眼神 然後大家一直認為說 他是二軍 三軍 四軍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民進黨真的在台北市 你推出的人選出來 你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絕對不可能變成第三名 我覺得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民進黨必須要推出 自己的候選人出來 我覺得才對得起這個支持者 連我在新北市 我過年的時候去拜一票 大家就說 跟你們的高層講 台北市一定要推出 自己的候選人出來 不然他私議員也不投 我說那你是新北市的 你私議員也不投 他說我因為我 對於台北市 如果這樣子 他看不下去 所以反而是看不下去 柯P的外衣效應 我把這個叫做反負面的外衣效應 負面的外衣效應 跟2011是剛好相反 那時候是正面的 從台北市可以 對 這個正面的外衣效應 到新北市 現在台北市民進黨是空白的 不表示意見 也沒有任何動作 這是什麼 我覺得 今年的重點 不在台北市 今年的重點在新北市 你現在就把蘇貞昌 跟孫博出來 整個民進黨 司機就大正了 你知道嗎 這樣他有助於 他要去處理台北市 第二次講說 三顧茅庐 李賢夏 是 這是不夠的 不夠的 這是小英會坐到這裡而已 還要全力相挺 你愛誰我都給你 愛錢給你錢 愛扁媽給你扁媽 炒下去 喜利出現的話 你的黨主席也會全力相挺嗎 你有信心嗎 這也沒什麼財力了 我覺得我有辦法 能夠整合泛藍 然後吸收到中間的選票 靠我的陣線 靠我的能力 吸收到中間選票 我覺得我跟著蘇貞昌來比賽 我覺得我有把握 看到這個非常有爆發力的老現場 我現在絕對不敢受檢驗的 好 非常謝謝各位 我們期待現場有更多的時間 持續來上節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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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興趣 謝謝 open